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担当我们的软弱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提取我们的困难 耶稣在地上经历我们所经历的各样的心、灵、身、体、思、想、意念 所有的软弱的可能性 所以就在这一切的范围中间试探会来到 这个试探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不是三次,是三个层次 就是肉身的,就是管理今生的、来生的、管理荣耀的 我们是不是要供应物质、保护留神的道的试探 我们是不是要用自己的能力来试探神 看他能不能的试探 我们是不是要得出万有的荣耀 结果却出卖信仰的试探 就在这三个层次里面 成为试探耶稣基督来教我们以后盼望 可以相信一个失败的主 那耶稣基督却没有犯罪 大家说他却没有犯罪 耶稣是站在人性的地位上受试探吗 是,因为神不受试探也不试探 那么既然你来做人,我怎么玩弄你呢 你注意听 天神,魔鬼知道他不可能试探上帝 所以他故意就玩弄耶稣基督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那耶稣怎么回答呢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你可以叫舌头变成饼 耶稣说,岂有此理 你还怀我,就证明给你看 我真是上帝的儿子 等一等 你看,变成饼干了 耶稣这样吗 如果耶稣这样做 耶稣就给他玩弄 就上他的当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他自己违背了这个定律 因为神性是不可能受试探 所以耶稣基督是站在人性的地位受试探 耶稣敏感到一个地步 警醒到一个地步 是我们要效法 我们今天常常人家讲什么 我们不思想他讲的对不对 马上给他的内容圈套 这是我们记得很多基督徒失败的原因 亚当夏娃最先的失败就是从这里失败的 他难道真说 你会死吗 你一定不会死 好,你死吧 所以叫人怀疑上帝 那么亚当夏娃就不怀疑 叫他怀疑的 We must be skeptic toward the skepticism 你懂哲学的知道我在讲什么 We should be agnostic toward the skepticism 对不可知论的人 你以不可知的精神不可知之 对怀疑论的人 你以怀疑去怀疑之 因为一个怀疑论的人什么都怀疑 就从来没有怀疑他可以不可以怀疑 你听懂了吗 所以当夏娃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是怀疑论了 你若是吗 是不是呢 那我是不是啊 我如果是的话 若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说是 那么耶稣给怀疑的人肯定增加他信心吗 上当了 耶稣先知道 先肯定一些事情 我是神的儿子 那么你也可以试探我吗 梦想 神不受试探也不试探人 你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耶稣说人或做 什么意思呢 人不是神的儿子的问题 你明白吗 所以他是站在人的地位受试探 不是站在神的儿子的身份上受试探 所以你已经搞错了 你玩弄我吗 耶稣基督对信仰对证的原则是抓到这样子